河南老汉临终前留下40万存款,儿子还没来得及幻想一夜暴富,去了一趟银行就再也笑不出来了。当时银行工作人员拿着存单观察半天,然后直接扣牙单据,这是假单子。银行这个答复,小伙根本无法接受,当即决定找银行讨要说法。 没想到,银行直接报了警,并且以诈骗罪,把小伙给告上法庭。明明存单就摆在面前,银行为什么不承认,小伙最后结局如何了?揭秘案件,动线真相,每一案都是社会的缩影,欢迎小七七文管,天降遗产,这个报复梦碎的小伙。 就是来自河南洛河的赵先生。赵先生怎么也没想到,父亲留给自己最值钱的遗物,居然就这么草率的被认定为假单。赵先生的单子是怎么来的?为何被断定为假单子?2009年年初,刚刚过完年的赵先生却没有半点喜悦的心思,只因一向健康的老父亲身体出现状况,担心老人安慰的赵先生。 好说歹说,终于把父亲送到医院做检查。没想到这一查,医生却遗憾地通知赵先生,送医院送得太晚,老爷子的身体已经扛不住手术了,眼睁睁地看着慈爱的父亲就这么忍受痛苦。 赵先生比谁都难受,但是在老人面前,赵先生也只能安慰,让父亲好好养病。 虽然赵先生极力隐瞒,但是极具恶化的身体,还是让赵老先生预感到自己可能命不久矣。 躺在病床上的赵老先生,每天都过得浑浑噩噩,但是清醒的时候,却总是叫着儿子的名字,察觉不对劲的赵先生,以为自己的父亲有什么事情要交代,赶紧把耳朵凑到老人的面前。 没想到赵老先生颤巍巍地指着门口啊,我快不行了,抽屉里锁着一张单子,我攒了一辈子,本想跟你妈养老用。 现在我先走了,一定要照顾好你妈。 听到父亲是说法,赵先生无比的惊讶,在他的印象里,父亲是一个节俭到骨子里的人,用抠门来形容都不为过。 没想到自己父亲抠门一辈子,不舍得吃,不舍得喝,居然是在为自己考虑,被老父亲的权权爱子之心感动。 赵先生当即落下泪,但痛苦接踵而至,也许是交代了存款没了牵挂。 没几天,赵老先生就离开了人世,赵先生没想过其他的。 带着全家人操持父亲的丧事,忙碌了小半个月,赵先生都没从父亲去世中缓过来。 但是看着失去丈夫,又无比担心自己的母亲,赵先生很清楚,自己必须振作起来。 肩负起原本落在父亲肩上的重任,在收拾父亲遗物的时候,赵先生突然想到了父亲临终前提到的单子。 出于好奇,赵先生找来钥匙打开了抽屉,等赵先生摊开单子一看,直接傻眼了。 赵先生怎么也想不通,自己的父亲居然攒了四十万,之前居然一点风声都没有。 但是家里多了这么一大笔钱,赵先生还是特别的高兴的。 晚上躺在床上,赵先生就开始谋划,用父亲留给自己的钱做点什么,最好能够改善家庭条件,给母亲好好的养老。 只是赵先生怎么也没想到,计划开门实施,就成了泡营,去了趟银行,还惹上了官司。 究竟这张存单有什么问题,银行拒不认账,河南小伙拿王傅去银行取钱,谁知银行工作看了半天,却认定存单是假的。 无法接受的小伙,本想找银行理论,谁知银行直言,就是警察来了也没用,根本不会给钱。 明明存单就是银行的,为何银行拒不认账? 2009年,河南的赵先生办完父亲的后事,意外发现了一张四十万的存单,只见这张存单是1995年的存单, 当时存入了四十万,利息是17.1厘,期限是20年,父亲去世的时候,本想把钱取出来的赵先生,觉得提前取钱不划算,如果到期取钱,那么四十万加上利息,就有足足204万,直接翻了五倍。 这么大一笔钱,赵先生奋斗一辈子,也赚不了这么多钱。 当时赵先生也想过,自己的父亲已经退休多年,这笔钱究竟是怎么来的? 对于儿子的疑惑,赵先生的母亲讲述了年轻时候的过往,赵老先生年轻的时候也是一穷二白,自从结婚之后,为了养家糊口,赵老先生只要赚钱的门路都尝试了一遍, 不管是开饭店,还是跑货商,虽然当时的生活有了改善,但赵老先生吃过苦,所以根本改不掉节俭的毛病,平时生活能不花钱就不花钱,除了节俭之外。 赵老先生一直奉行财不露白的原则,没有像家里任何人说过,家里到底有多少钱。 以至于,赵先生长大后,也只当自己就是个普通人,根本没想过家里有钱。 听完父亲早年的经理,赵先生终于理解,难怪父亲能攒下这么多钱。 算了算时间,赵先生还是决定,等到存款到期,再去取钱。 2015年,赵老先生的存单终于到了取款时间,赵先生按照存单银行,来到了当地一家信用社取钱。 谁知看了赵先生存单的工作人员,却告诉赵先生,你这张存单金额巨大。 还是手写的,在后台根本查询不到,我先帮你申请核查,等有结果再通知你。 随后,本想拿走原单的银行,在赵先生的坚持下,银行工作人员复印了一份存单。 本以为几天之后,自己就能取钱的赵先生,怎么也没想到,自己等来的是存单被扣押的消息,就在赵先生提出取钱后半个月。 银行突然打来电话,你的存单是假的,根本查不到。 听到银行这个解释,赵先生根本无法接受,心里更是气得不得了。 父亲临终前最后的遗愿,怎么可能会是假的? 为了把事情说清楚,赵先生当即来到银行讨要说法,谁知银行工作人员,却以需要对账为由,骗走了赵先生的存单,然后直接报警,以诈骗罪,要求警方严惩。 意识到银行的说法,就是一个圈套,赵先生又急又急,可是警方已经结案。 这件事就不是双方对质这么简单,要按照流程走,面对依旧不服气的赵先生。 银行已经把他当作了反面典型,不仅要警方以诈骗带走赵先生,还要警方严惩。 赵先生怎么也想不通,自己不过是取出了父亲的遗物,怎么单子就成了假的,自己还要面临牢狱之灾了。 法院判决出人预料,河南小伙拿王傅去银行取钱,没想到银行拘不认账,还以诈骗罪将其告上法庭,明明按照存单取钱,为何一份没拿到,还成了被告。 好,小伙最后把钱要回来了吗?2015年,河南的赵先生按照存单约定时间,到当地信用社取钱,没想到银行不仅不承认存单,还要以诈骗罪将赵先生送进橘子里。 面对银行的霸道行径,赵先生气愤不已,在赵先生看来,自己的父亲临终钱交给自己一张存单,想让家里人改善生活。 这么关键的时候,老人怎么可能造假,谁知银行却认为,赵先生拿来的存单是手写的,而且存单字迹模糊,还有很多根本无法辨认的字迹,最关键的一点,这张存单根本不在信用社系统上。 为了揭开存单真伪之谜,赵先生带着父亲的死亡证明,以及相关部门的公证,想要银行履行取款义务,并且当众还自己和已故父亲的清白。 可是赵先生没想到,自己的维权之路会是遥遥无期,去警局寻求帮助的时候,警方以经济纠纷不在警方管辖范围为有,建议赵先生通过法律途径维权。 2015年5月,赵先生在专业人士的建议下,将信用社告上法庭,要求信用社归还存单40万以及相应的利息,共计204万余元。 在法庭上,银行依旧以存单存在重大瑕疵为由,拒绝支付本金和利息。 对此,法院也给出不同意见,经过调查得知,当时信用社管理存在不规范操作。 很多信贷员背着信用社的公章到村镇办理业务,而存款8年以上,利息17.1厘也低,却存在跟赵先生手中的存单一致。 虽然这一点得到认可,但法院还是认为,这两者并不能确定赵先生手里的存单就是真的存单。 更糟糕的是,当事人赵老先生已经去世6年时间,而负责给赵老先生办理业务的信贷员也早就已经离世,根本没办法提供确切的线索。 就在案件胶着之际,法院只能要求信用社提供1995年的印章等物做对比鉴定。 谁知,信用社再次给了赵先生一架重重一击。 面对法院的询问,信用社却表示,时隔20年,信用社当年用的老旧印章,早已废弃并且已经丢失,拒绝提供相关印章证据。 没有印章做比对,根本无法做更精准的比对,也就是说,法院给不出确切的司法鉴定。 这个变故也导致,原本很快就能破的案子,只能搁置下来,等待新的证据补充进来,才能继续审案。 对此,赵先生着急务必,自己的正当权益无法保障,还被银行三番两次认定为盗窃犯,被关进警局问话。 现在信用社又不愿意提供印章,是不是故意不愿意给钱。 2016年,经历了一年时间的上庭开庭,警方再次找到赵先生。 不过这一次,赵先生的存单存疑案,却被认定为刑事案件。赵先生的存单经过鉴定,存在期限最早是1996年,要晚于赵先生存单上写的1995年1月。 对此,赵先生并不认同,要求警方做第二次鉴定,结果这个请求却被驳回了。 面对这个结果,赵先生一家十分的无奈,最难接受的要属赵先生的母亲,老人家已经80多岁了,先是被银行怀疑存单是假的,随后连儿子也被怀疑是诈骗。 这个一向坚强的老人,时常念叨存单和40万。 2021年,经历六年官司无果的赵先生一家,眼睁睁看着老母亲带着遗憾离世,老人离世之前还不停地念叨,一定要还你爸清白。 母亲的离世和遗愿,也成了赵先生心里的一根刺。 暗暗下定决心,无论如何都要讨回公道,害自己父亲清白,可是案件无比的复杂,且没有任何进展性的证据,这件事也迟迟没有突破,等待赵先生的将是一场长久战。